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继续来盘点植物大战僵尸英雄里我们熟悉的植物和僵尸 今天第一个是僵尸哦 国王僵尸 出门于植物大战僵尸二里的黑暗时代关卡 本身不具备什么攻击能力 特殊能力是可以把僵尸变成带着头盔的骑士僵尸 而且它会一直在后排 这样的话就不好直接打到它 算是比较难对付的僵尸吧 植物大战僵尸英雄里的国王僵尸也差不多 是一张传说卡 价格4攻击3生命5 被回合结束的时候 会把场上一个僵尸变为5攻击5生命且2点装甲的活死人骑士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国王僵尸厉害吗 反正我是感觉很难对付了 如果不第一时间消灭的话 可能就会一直滚雪球拿到优势了 感觉还行吧 今天第二个僵尸就是这个秦尸僵尸啦 植物大战僵尸二里面 秦尸僵尸普通的僵尸差不多 无非就是动了一个护炬而已 并没有什么特别人的地方 如果平安家二里还有个奇兵僵尸 出场会骑着马发起墙里冲刺 被遇到的第一个植物降生超高的伤害 高一速高攻击力 是一个威胁度特别高的僵尸 在植物大战僵尸英雄里 想要单独召唤活死人骑士僵尸的话 是要花费七点脑子的 不过除了两点装甲值以外 就没有任何的特效了 正看下来的话 感觉国王僵尸好厉害啊 加个四代僵尸可以每回合都召唤加个七代僵尸 而且这个火死人骑士僵尸 都用两点装甲值的属性 以此可以见面两点伤害 单独领出来都感觉超级的厉害啊 接下来就是周拉 周大战僵尸二里面 魔鹰甜菜是一个超级拼命神器 通常拿来和飓风甲蓝 搭配鸟尸上僵尸 而且哪怕不依靠飓风甲蓝 它的综合战斗力也是可以的 虽然五戒可以去乐防剧 但是不建议生五戒 周大战僵尸英雄里 没有找到魔鹰甜菜 不过倒是找到了一个地址甜菜 和一个混混甜菜 长得比较像 但是效果完全不一样 地址甜菜是一个修卡 价格六攻击三生命三 虽然面板比较低 但是效果比较厉害 场上没有一个其他植物 火象师就会得到 一攻击力和一生命值 而混混甜菜也是一个西游卡 价格五攻击六生命力 拥有一点装甲值 出场时场上没有一个其他植物 火象师都可以给自己增加一点生命值 虽然相似度很差 但是至少长得比较像吧 效果感觉还行啊 同时场上人越多越厉害的植物 络艺战斗力却很强 但是要是论花圆度的话 感觉和周围大战将士 二里的魔源甜菜 完全不招编辑啊 嘿嘿 总不能把所有将士 全部弹射回去吧 这样的话应该就不只是个西游卡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拜拜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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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